恒大客场以5比0大声戒业,这也让中原军品尝到极为惨痛的势力,恒大在世界杯结束中超重新开赛后,好取武胜以赴的战绩,并且疯狂攻入23力入球,成为近期中超火力最为旺盛的球队。 对于恒大来说,能否夺取中超冠军,要看接下来的魔鬼六战情况,倘若恒大挺过魔鬼赛场后,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竞争力,那么赌得联赛冠军,的希望便将大赠。 借六轮的恒大,场军贡献近四力入球,这也足以体现球队强大的攻击力,毫无疑问,这也将是恒大全力冲击联赛冠军的关键所在。 恒大相继以4-0大胜贵州,5-0广胜重庆,3-0倾取泰达,4-2章胜负力,2-3布迪亚太和5-0横扫建议,塔利斯强的加盟,以及保利尼奥的回归,也让恒大的攻击能力斗增。 塔利斯强已经贡献7力入球,保利尼奥也已经贡献5力入球,世界杯期间加盟的这两大心源,总共6场比赛为恒大贡献12力入球,这足以说明他们的强势。 高拉特虽然曾一度脚崩不损,但近期却也被彻底激活,近四轮攻入5力入球,便足以说明高神状态,处于急速复苏的态势之中,3-1人连没贡献17力入球。 这一是让恒大的万元水准,再度变成中超的顶尖水平。 这也将是恒大全力争夺中超冠军,力争实现中超8流冠的关键所在。 这场面对戒业的大胜,证明了之前客场输给亚太,也只是打了,各顿罢了,但接下来的六轮比赛里,恒大将面临着魔鬼赛程,这也将是对球队非常严峻的考验,恒大接下来将连续面对着拳舰主,鲁能克,圣花主,国湾主,上岗,可和苏宁克,连续面对着六大土豪。 这也将是恒大冲击冠军最难的一道坎,倘若能够顶住这段魔鬼赛程,继续紧要夺冠军团,保持真冠竞争力,那么实现八人冠也将大有希望,反之独冠希望也将变得预发渺茫,恒大接下来在统治六大土豪的过招里,帮助对球队攻击力的检验,毕竟恒大近期的对手,普遍是以中下游球队为主, 坦说面对着好强球队时,依然攻击力爆表,那么将更能够说明恒大的强悍。